我們可以解 dynam 真論因你義氣 結局由你決定 人生交叉點現在開始 有請節目主持 Doodoo, 謝玉玲小姐 謝謝…謝謝現場的朋友 歡迎家庭的觀眾 收看我們人生交叉點 這個節目是歡迎現場的朋友 和家庭的觀眾一起參與 當然還有我們三位嘉賓 先介紹一下有扮那樣似那樣 但今天要扮自己的江欣燕小姐 是… 接著那位最近有緋聞 但我問過她, 她說不是 她說只喜歡耕田的, 陳錦雄 還有, 只聽她的聲音 已經知道她是誰 尤其是她的笑聲, 梅小惠 你好… 歡迎三位 另外要介紹我兩位拍檔 就是Tick先生羅立勤 和CALX先生孫殞明 你好, 你們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所說的話題 就是真產事件 在九六年, 我相信十大新聞 都是其中之一 為何會有真產事件呢 在香港常不常見呢 我們有些資料, 大家一起看看吧 九六年, 你憎我奪的年代 多宗家庭財產糾紛罵上法庭 父母子女罵得難分難解 甚至反目成仇 其實承辦遺產個案長期處於高位數 九二年的7189宗 到九五年的8419宗 更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反映家庭成員 對分配遺產異常緊張 各持己見 不惜對捕公堂 損害血緣情疑 最終誰是誰非, 唯有法庭裁決 真是 一家人弄得上法庭 真是大吉利士 為何會真產呢? 當然有錢才會爭 真產的主角覺得怎樣呢? 他們覺得親情重要 或者錢重要呢? 看看今晚的短劇, 親情何駕 我叫阿忠, 今年27歲 我在美國讀完MBA之後 就進了我爹爹的公司去幫他 李嬸, 早安 早安 李嬸, 跟老爸生, 你就差得遠了 早上早就回來是你 你哥哥沒有下午都不見人 哥哥多應酬嘛 哥哥 這個是我哥哥, 他大我四年 自從他出生之後 爹爹的生意越做越好 爹爹說他好腳頭 所以一直都很疼他 可能爹爹過分疼他, 變得中他 公司這麼大盤錢 他也是沒心裝在的 經常只顧著在那兒追明星仔 大哥, 他去搞大陸樓盤 爹爹, 地產我們不熟行的 是呀, 他喜歡了 不要搏他冷水 不是說潑冷水的問題 我們不在行就不在行 無謂把他全虧錢 這樣吧, 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你和他一起上去吧 反正他喜歡跟大陸做生意 你是不是不高興 我不讓你把公司上市 爹爹, 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行了, 我決定的事無謂改 我爹爹這麼討厭我大哥 我真的有點妒忌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想王家的心血被大哥敗敗 我可以怎麼做 甚麼? 阿孝, 進去醫院了 我每次都提你們, 駕駛要小心一點 很久了, 老闆 你看, 還弄魚了 不是魚, 陳年舊蠟子, 老闆 是嗎?何時有駕駛這樣蠟子 爹爹, 你不記得了嗎 我小時候不是學踩單車 快點衝下海的 大哥撲過來救我 幸好那次你剛好有個叔叔在這裡 救我們 否則連我的命都沒有了 你媽媽也是的, 買水果這麼久 讓我下去 爸爸, 讓我下去 你和大哥聊聊聊聊 甚麼?你患了癌症嗎? 我在美國那邊也知道 我打算回來醫治一下 想不到又會碰到你 那你太太呢? 我都沒有結婚 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兒子送中 阿榮, 其實… 媽媽 阿忠, 我買了水果, 回去吧 我們在旁邊再聊聊 媽媽, 他是誰? 舊街坊撞到的, 走吧 那幾天, 大哥的傷勢好多了 我在醫院探病的時候 沒想到竟然撞到他 你是慧傑的兒子嗎? 是, 有甚麼話說 我姓吳, 我想跟你聊兩句 你呢, 媽, 好 想不到這個叔叔 竟然是我媽媽的舊情人 更想不到的 原來媽媽已經向他承認 曾經有過他的骨肉 叔叔更以為我是兒子永咬 爸爸 怎麼樣?大哥, 沒事吧? 沒事, 媽呢? 外出還沒回來 對了, 你明天跟我去銀行保險箱 拿兩份屋藝出來 無緣無緣無故要拿到家裡出來 你大哥在大陸有個留本計劃 要動用幾千萬現金 我哪有這麼多, 就拿去按照 爸爸, 你這樣做, 可能甚麼都沒有了 怎麼會呢? 他是我的親生兒子 親生兒子也不幫, 難道是幫外人 是不是? 不是吧, 爸爸 其實大哥他… 看著爸爸, 我覺得很矛盾 我知道如果任由他幫大哥的話 不過他幾十年的心血, 可能甚麼都沒有了 唯一可以阻止的方法 就是告訴他 大哥不是他親生的 但這樣做, 又好像對不起大哥似的 我應該怎麼做 好, 家庭的觀眾請留意 參加人生回應通 第一關的問題就是 阿鍾會不會告訴他爸爸 阿孝的身世呢? 想過第一關, 請打來90030981 如果你過了三關 又被電腦抽到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特別大獎 很多禮物 包括有 冠軒皮具送出的真皮皮具系列 總值五千元, 現金獎五千元 美國惠寶家庭飲用水設備系列 價值是3380元 和現金獎三千元 健康雜誌一年免費贈月 及現金獎二千五百元 第一關, 如果你打來的話 又被電腦抽中你的話 搭中抽中的 就可以得到攝影禮券 價值五千元 好了, 現在應該是時間 跟我們的嘉賓聊天了 看過片段之後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做弟弟的, 即是阿鍾 應該是否應該告訴他爸爸 阿鍾, 不是你親生兒子 阿欣欣, 你怎麼看? 你應該說嗎? 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應該不說 不要說 不要說 為什麼呢? 因為是大人的東西 他也是大人 阿瓶, 很大了 因為如果激到他爸爸 他死了 死了 遺囑又未寫 你怎麼知道他未寫呢? 看他的樣子未寫 看他的樣子未寫 對, 現在我不贊成 而且你不知道 你媽媽和之前那人大概的關係 你只聽那個男人片面之詞 就不信得過 如果是擅長他, 不會嗎? 真是無謂 而且跟哥哥的感情好像挺好 現在不說 不要先拆穿他, 是嗎? 鎮宏, 你怎麼看? 我還是不說 不說 第一, 牽涉了媽媽和爸爸的感情 應該是… 我會跟媽媽說 有個叔叔跟我說話 我已經插你一腳了 不是 究竟應該是怎樣呢? 你跟爸爸的關係 但他現在好像不太贊成 他哥哥做生意的方式 那錢是爸爸的 對, 但他自己也有份 他有什麼份? 他死了, 他有份 分明想多說一點 我爸爸死了, 就給兒子 你不要爸爸, 還是你這樣? 不回答你, 也很忍 不回答我爸爸, 死了 不是說你死了 我真的再入了 你問我, 我回答你而已 你問我, 跟你問我 不… 好, 小韋 我覺得應該… 為什麼? 因為那個爸爸生癌症 他怕自己死, 怕沒人送中 沒人接自己的 或者他有錢, 把哥哥彈過去 你也是在錢份上的 兩個爸爸都有錢, 感覺到嗎? 對嗎?或者我要錢來捐他 你不看親情嗎? 你這樣就不太合適 還看親情, 你去回答你爸爸 這樣, 你有得送中更好 有親情 有送中, 厲害 有送中, 有送中… 有鬧中送 好, 現場的朋友 你聽到我們三位嘉賓的妙論 相信自己也有所決定 這樣的問題,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阿鐘 應否應該告訴他爸爸 阿孝的身世呢? 請全部站出來 我們先來看看 覺得是應該告訴爸爸的 他覺得不應該的 就去交叉 3、2、1, 開始 阿孝, 阿孝, 阿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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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孝 阿孝, 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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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應該好像少一點 不應該的比例是多一點 我們聽聽報數吧 認為阿孝應該說出 下個身世的下有78人 認為阿孝不應該說出 是有172人 為何你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跟現場朋友聊天 家庭觀眾記得 下一班回來之前 我們會截止聽你的電話 所以現在馬上打電話來了 待會見 歡迎, 歡迎回來第二部份的節目 好, 上一部份我們問了 阿鍾究竟應不應該對他爸爸 說出阿孝的身世 我現在站在這邊 你看凡你跟我聊天的朋友 都可以得到德國利時巴一對 有哪位朋友想發言? 好, 我問你 你為什麼覺得阿鍾 好… 是應該的 把身世告訴他爸爸 第一 是 趁他還沒拿兩張家庭出來之前 是 就應該要阻止他 因為第一, 你看到大哥 已經是洗腳抹腳了 對 趁他兩張家庭還沒移動出來 先拿著 是 第二, 真是要說親情 對 別人的兒子歸別人的父親 你就告訴他清楚 但是有一句說話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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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生糧不及養糧, 糟糕 對, 生糧不及養糧 這就是個人思想問題 親生子就是親生子 養糧不像他 你不能喝奶, 大致幫他親生子 他不像有本風 你不像是糧糧不及的, 知道嗎? 我說要耕耕 要什麼? 耕耕 耕耕? 當然了, 你怎麼知道人家是耕不耕你 是不是? 隨時他在耕耕你, 是嗎? 你說什麼? 現在 你說什麼?說得很混淆 我們這輯是說爭產 另一字是說… 爭產 所以就是爭產 所以爭產, 既然是爭產 就應該從現在開始了 是 送人一程, 一石二鳥, 你知道嗎? 這邊其實不是出自親情的 好像是為了錢 看看這裡, 不應該說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真是亂來, 你知道嗎? 這麼早, 氣死爸爸嗎? 是 怎樣做好呢? 告訴哥哥, 讓哥哥自己去決定 看那個叔叔, 樣子似乎有錢 就讓他敗那邊的那筆家產 忠孝兩全, 我這邊 我又不用做不孝啟, 氣死爸爸 還要害到媽媽, 你知道嗎? 待會兒, 兩個一組就搞離婚 或者是敗… 敗他那筆家產 然後我保住我的筆, 搞定, 沒事 你最奸好… 錢是最奸好, 有沒有好意見嗎? 我想我完全不想錢的不著想 好, 是 因為我由頭至尾 無論什麼情緒之下, 都不應該說 因為說出來, 我想爸爸媽媽的感情 不一定有傷, 的時候會傷盡我爸爸的心 也會損害我媽媽 他們倆如果發生什麼事 可能完全沒有錢, 未必承諾給我 可能由於這種情形 人生對他的錢都要低度 不讓我們這樣就慘了, 是嗎? 就是說他… 還是說錢… 還是說錢… 最後還是說錢… 最後還是說錢… 他更加可能… 是… 還是說錢, 好 現在一次給你說說 好了, 我聽到現場朋友的意見了 不知道人生會應通 觀眾家庭觀眾的走勢是怎樣呢? 現在一起去看看 對了, 阿鍾的決責會是怎樣呢? 說給爸爸聽, 說不說 對, 77%的朋友 覺得阿鍾不會告訴爸爸 阿鍾的決責會是怎樣呢? 你到底想說什麼呢? 沒事 終於我沒說到大哥的身世 以後我陪爸爸去銀行選手續 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希望大哥以後可以生生生生生 我是阿孝 阿鍾, 進了醫院兩個禮拜 我逐漸慢慢康復 不知為何我發覺最近我弟弟永忠 好像滿了心事似的 鍾, 最近沒事吧?有心事嗎? 沒有 大哥, 如果…就是如果 你不是爸爸的親生, 你會怎樣呢? 怎麼這麼說 沒有, 我說說而已 你就是永孝嗎? 是呀, 我是 想不到我親生爸爸竟然另有其人 一時間我真不知道如何面對和接受 沒有, 我有信心 我想, 我吃甚麼 是吧 我以為你會… 老闆 我吶… 老闆 老闆 好 是 老闆 alls 老闆 我 老闆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不知道, 我在醫院看了空 我心情很矛盾 在我面前是個每面病人的空 我很同情他, 站在親情立場 我實在應該陪他回美國 陪他渡過他的餘生 但我知道, 如果讓我爹知道這件事 以他這麼重視血緣關係的人 就算肯接受我 我在家的地位也一定大打折扣 一時間我心很亂 究竟我應該怎麼做呢 好, 人生回應通家庭觀眾 第二關的題目就是 阿孝會不會跟他親生爸爸回美國 電話是90030-982 過了這一關而被抽中的朋友 可以得到皮具系列 總值是五千元 好, 在下一節回來之前 我們會自此收聽你的電話 所以現在馬上要打電話來 嘉賓 皺眉頭 你看完剛才的故事 你覺得怎樣? 我會跟他去美國和爸爸 和他的養父… 親生爸爸 和親生爸爸回美國 然後跟他養父說 我不是你的兒子 原來媽媽跟我說 和盤託出 和盤託出 你不怕氣死人嗎? 不, 我慢慢… 我們一家人, 全部媽媽 你慢說和快說都會氣死人 但我淡淡地說 你淡說和龍說都一樣會氣死他 當然不會 我問你, 小衛, 你怎麼看? 還是應該要陪爸爸 哪個爸爸? 你只是陪他半年 然後叫媽媽幫忙掩著這件事 沒有家產 說他回大陸做生意, 不回來 就是直接掩著這件事 他媽媽掩了這麼多年 就是去旅行嗎? 對, 兒子過了癌症 為什麼要掩著這件事 不給親… 這樣就不會氣得 收哥有事 萬一康復, 那個不能死 康復就走了, 說你做了一場夢 那你認了親生爸爸 一會兒說你做了一場夢 好像很不孝 很不孝 是不是? 是不是很難過? 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怎樣 現在來加分 對, 你也說 你什麼事都想好 我爸爸媽媽還在 你覺得應該跟他媽媽說 我覺得應該 然後叫白欣姐… 不, 媽媽掩口肺, 掩著他 全部的東西你要代入 對, 代入他 連羅伯惟的假髮也要代入 是真的 對 好, 賴欣姐, 你怎麼看 我就不跟了 不跟 因為我跟他沒有感情 他小時候救過我, 不代表什麼 不救你就會死 對, 家裡有個好心 走過也會救我 那裡是山卡拉 那裡不是老爸救你 不是, 你不能說救人一命 就能認他為老爸 你真是千恩義報 不是, 他不是說這件事 我跟他說人 不是, 那個老爸 我沒有感情 好, 現在… 過來… 你回來說你快死了 又要我過去陪你 是嗎? 這個有公書教學 我不跟他走了 這邊好環境 不是, 生館不大 不是, 你看… 不是, 你看在這個生活方面 剛才那部劇集也沒有拍他在家裡 不是, 他很害怕 不是, 他很害怕 他說了開餐館 不是, 他一說開餐館 就很害怕這個生館 我吃力餐館很棒 美國的餐館很棒 輕輕, 現在去哪裡 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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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兩回事 兩個yes, 一個no 不… 好, 現場的朋友 聽到我們嘉賓的想法是怎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你們 對, 首先請你們站出來 問題是阿孝 應不應該跟他親父母回美國 覺得應該的, 去那邊 不應該就靠差 3、2、1, 開始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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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發生了這方面 有更多人 沒有再做前面 不是, 一定要過去坐 不要過了 不要過了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對了 交叉先生, 好像是算好了 是嗎? 孫一鳴 認為阿孝不應該跟親父母回美國的 是有82位的 好… 而認為應該去美國的 是有168人的 好… 我覺得應該的比數很大 現在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我會問一下現場朋友的意見 人生回應通 家庭觀眾, 快點打電話來吧 下一節回來之前 截止聽你的叫, 待會見 謝謝 今天, 星期間來 我們第三部份的人生交叉 現在我站在交叉這邊 因為這裡的現場朋友 覺得阿孝不應該跟親父母回美國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現在暫且放些錢 從中和孝的大義來看 他不應該回美國 為什麼? 因為修哥從小到大看著他長大 是對他很疼愛他 是一個養父 是 如果他看到修哥 知道他不是親生兒子的時候 他一定會入醫院說是修哥 突然爆血管 他也是不應該去做的 說到跟他回美國 其實他醫病而已 可以留在香港 不需要一定回美國 就好, 兩全其美 至於應該說出事實 然後修哥可能會考慮 這個人也不錯, 留一點點身家給他 可能沒有以前那麼疼愛他 最後要說親家 當然也會 因為… 但他有另一個論點 怎麼看? 最後又是說錢 是… 但他有另一個論點 什麼論點? 回來香港醫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醫學 也很昌昧 是嗎? 好, 我們看看Tic那邊 鎮容頂盛 不想說話, 好 這位 對, 我們好像經常說錢 是嗎? 其實我應該說親情 或者你做人的原則 或者大家… 小心, 最後又是說錢 我不會的, 你放心 我不會說錢的 但是我會更加感情 我覺得有兩個辦法 其實… 胡鋒那邊 不要告訴他 我不是你的兒子 其實他現在可以告訴他 我去美國做生意 或者怎樣拿一個藉口 因為親生的父親已經患了絕症 事日無多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說 就算不管你是否親生 當日行一線也好 女童君也好, 童之君也好 你做了, 看到他完結了人生 你才回來胡鋒身邊 我覺得兩全其美 送到最後一切 對 不忠心, 你養父對你這麼好 你這三歲 不是不忠心 其實… 其實你對親生父親 也應該付出孝心 因為他已經快死了 你也不讓他知道 你是親生的兒子, 他送中 別吵了 對, 別吵了 是誰 現場問 我們看看人生回應通 家庭觀眾現在的酒勢如何 大家一起去那邊 回人生回應通 看看酒勢如何 孝應該如何做 第一次出現 五五波, 一本本 我還沒見過 孝究竟他的缺責如何 會不會跟親生父親回美國 不過大家很心急想知道 現在馬上就有得看了 看看故事第三部份的發展 大哥終於沒有答應 叔叔去美國 而叔叔也懷在失望的心情 回到美國 盜他去餘生 大哥似乎生性了很多 開始認真、樂力地做事 我以為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誰不知 有一晚, 爹地突然心臟病發 想不到爹地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自從爹地死了之後 大哥就取代了他的位置 成為一家之主 爹地更將大部分遺產的主權 交給大哥 本來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 不過想不到 大哥承受了這一筆遺產之後 會變成另一個人 什麼?大哥去賣了公司? 聽說他還在將你住在那裡 放滿桃園 大哥為甚麼要這樣做? 他最近跟一個台灣女兒走得好 還跟那些地下錢莊的人 一起搞大學地產 他這樣做 豈不是真敗了爹地的生意? 還有, 黃先生在旺角有幾棟宿舍 租給老科技住 他也要埋埋 老科技看公司熬了幾十年 這樣逼他走, 很可憐 我明白的, 我會和大哥商量 我要賣光的東西 我要套現搞大陸地產 那有甚麼不對 大哥, 你知道這樣做嗎? 會失去爹地的心血 你是不是看錢我搞不定這個項目 我不是看死你, 我跟你說… 你不用再說 爹地的遺囑說得很清楚 我有權說了事, 你別陪我冷水 我知道, 你一直道義爹地疼我 我不是潑你冷水, 我也不是道義 閉嘴 我已經決定這樣做 麻煩你了 為何大哥會變成這樣? 為了保存爸爸的心血 我去找律師商量 他們說在遺囑上 找到一個很大的破綻 原來當日爸爸在遺囑上 只寫明把財產的主權 交給他自己的親生大兒子 沒有指定任何一個子女的命 我不知道爹地為何這樣做 但是照血緣的關係 我才是爹地所親生的大兒子 律師說憑這一點 只要我證實到大哥不是爹地所親生 和大哥打一場官司 就可以拿回所有的財產控制權 我想告大哥的事 很快媽媽就知道 一時間我真的很為難 阿忠, 你不要告大哥 媽媽, 其實我真的不想告大哥 我今天和他談過 但是他一意孤行 我不想眼白白看著他 你把爸爸的心血切掉 或者這次可以 我不是小看大哥 但是我們不要自己騙自己 結果是你知道的 我知道, 我已經幾十歲了 我不想在這個時候 上了法庭 說了大哥的身世 不會被人笑的 大哥真是看死我 看死我就不敢告他 他才會亂來 不是, 媽媽我真的沒辦法 但是, 我不懂得怎麼說 你就當幫媽媽吧 媽媽 看著眼前的媽媽 我真的不想傷害他 但是實在 我沒理由中容大哥一錯再錯 究竟應該怎麼做 你正所謂情意兩難傳 應該怎麼做呢 家庭的觀眾 我們第三關 90030983人生回應通的問題就是 阿鍾應不應該… 應不應該把孝的身世揭穿呢 你怎麼做呢 就讓你們打電話來決定 現在立刻打電話來 下一節回來之前 自信聽你的電話 這一節可以過到第三關 朋友可以得到攝影禮券 總值五千元 好, 跟嘉賓聊聊天 剛才…你要先說嗎 阿鍾, 你先讓我說 好, 我先讓小慧 剛才看得很難 我覺得… 李嘉昌是做阿校還是阿鍾 阿鍾 阿鍾 阿鍾真的繞了一個大圈 你早就告訴爸爸 現在就要拿回家產 還要媽媽上法庭 但我覺得她媽媽不應該幫忙 你不可以因為自己欺騙了人 自己不想上法庭公諸於世 而走來說 兒子, 你不要告你哥哥 你應該… 我覺得他應該要說 現在應該要脫穿 應該要告他 要拿家產也好, 或者要… 其實你的問題是為何要說 你先說, 為何要告哥哥 如果哥哥…如果李嘉昇… 行了, 我代表不了 你說一個… 你不代表名 如果李嘉昇不是緊張錢 就任由他, 敗了他 對 即是到中, 他也是緊張錢 他也是為錢, 不是為孝子 為宗子 對, 為錢 也是為孝子, 因為他家庭龐大的家族生意 爸爸很辛苦建立起來 不只是為錢 如果你敗了, 甚麼都沒有 如果真的這麼龐大, 這麼有實力 會被一個人敗 我覺得不應該告 不好意思 你先說吧 是, 因為我本人跟大家共度97 我覺得看好97的香港 更加看好大陸的地產 我覺得投資去上海的, 比放在香港好 不是, 現在問題是… 那未必是, 說地產 現在不是說地產 現在不是說地產 現在是怕哥哥做生意的手法 不行, 你明白嗎? 無論錢放在哪裡, 弟弟擔心他擺了 是, 擺了就算了 擺了就算了 是, 擺了就算了 是, 擺了就算了 我覺得李嘉昇的樣子很隔壁 一定想到其他東西下方便不再說了 你說 不應該… 不應該說 就是媽媽的說話 兒子, 你別這樣做了 已經是不應該了 聽媽媽的話 不是, 別浪費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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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ju姐說的是什麼呢 什麼… 什麼龐大機構 現在生活已經沒有了 不是, 生活已經沒有了 如果是老伙計沒有扭住的 或是給他們遣散 遣散 遣散 遲早也要遣散給他們的退休金 遣散就沒有遣散 趁哥哥現在還有錢 還沒開開的項目 就給他們一些退休金的伙計 大家…他有五十萬的… 如果哥願意拿錢出來 就不用搞這麼多事情了 什麼不肯? 我小朋友 沒說過不肯 弟弟應該跟大哥團結 好像阿祥 不是, 大儀 搖尊他們 不是, 你現在不是 欣欣, 你坐下吧 坐下… 但現在問題… 你要回答那個問題才行 你不應該… 三個都不應該 不, 女兒應該, 我不應該 你們兩個都不應該, 我應該 好 先喝杯吧 我收到了, 明白了 還有我呢? 現在還沒走 但是你聽了我們三位嘉賓的妙論 自己就要想清楚了 因為接下來回來結局了 結局了 回來你們以腳投票 家庭觀眾也記得 快點打電話來過第三關 下一節回來之前 不聽你的電話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見 歡迎回來人生交叉點 最後一部分 我們在上一個環節已經說過了 是否應該揭發阿孝真正的身世 我們這樣嘉賓發表了意見 現在到現場朋友你們投票的時間 請全部站起來 覺得應該去剔 不應該去靠拆 三、二、一, 請投票 好 很多人都應該揭發他的身世 對, 難道也是為了錢嗎? 現在我們在數人頭 認為阿忠應該揭發阿孝的真正身世 是有177人 認為阿忠不應該揭發阿孝的真正身世 是有73人 好, 結果大家都看到了 我很有興趣 大部分都坐在他應該那邊 我現在不應該揭發他的身世 是, 為何這麼有效益呢? 因為他媽媽已經很大壓力 你想想他一個新舊情人 舊情人患上癌症 是 新情人, 即是丈夫, 去了一輩子 現在兩兄弟為了錢的問題再爭拗 他媽媽會很傷心 還要把他以前不想提的歷史 說出來的話就更加傷心 所以在這方面不應該提 如果你告了他 對自己的媽媽有什麼好處呢? 是嗎? 那個媽媽是你自己的媽媽 讓人家指指點點 這個女人原來有男人的 有生、有生、有生、有生 有什麼好處呢? 增加他的壓力 對, 增加他的壓力 令他兩兄弟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是嗎? 兩兄弟都收拾頭 兩兄弟都擺穫了 對, 完全沒有了 對 對 甚麼都沒有了 對… 我們來看看 來, 給小人 很多人 177人了 你剛才發表了意見 好, 紅衣 好, 紅衣這位 一錯再錯, 一定要告他 是嗎? 是… 你也好原因 原因 首先第一錯 就是說他根據親生爸爸回美國之前 我想他們已經圍繞了 談好數字了 不會的 我們沒有拍出來的 對, 沒有拍出來的 應該已經談好數字了 談好什麼?談好數字? 對, 你說跟你跟你回美國 如果你是好的, 我將來不會揭發你 你繼續這樣, 我一定要揭發你 也不會揭發他, 為甚麼要揭發他 因為他沒甚麼得益 你說來說, 如果他得益就得益到錢 錯 是不是? 要不然他第一次已經揭發他 如果他不能揭發他… 你揭發了對媽媽有甚麼好處? 你說吧 一家人以和為貴 對, 對… 不可以這樣搞的, 馬上… 一家人以和為貴 你選媽媽, 你選一千萬吧 他最初是好的, 一定好的 他正在和 但是他已經…首先… 他破壞了國和藥 所以要告他… 看著…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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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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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看著, 看著, 看著 看著, 是你自己想的 這是事實以不事實的問題 這是事實 事實說明是譚慕的 事實說明是譚慕 沒有將害到第三者 他只是看事實, 坦白說出來 事實將害不到第三者 他傷害他, 我們怎麼輔導他 他可以傷害他的媽媽 自己… 只會將他補充的東西 慢著, 你說… 小弟… 小弟, 你說他這樣做 還會傷害到白欣姐 是啊 他就是不告訴你輪廳 他就傷害了羅國… 羅國慧 羅國慧 你知道羅國慧的樣子有多丟臉嗎 現在不代表要傷害親戚 我爸爸已經死了 看著, 看著, 梅小慧… 梅小慧, 是不是你… 因為羅國慧有事, 受傷了 我們現在就要弄爆他, 受傷了 令媽媽也受傷了 是否這樣 是否別人對你不好 你又對別人不好 黑白分明… 老人家都沒有屋子 遲早他媽媽和李嘉昇都沒有屋子 告訴你 那我被懷孕 長短混亂 不如我們過去人生回應通 看看現在的走勢如何 請跟我過來, 安靜一點 真的很重火藥 看看家庭的觀眾 你們選哪個結局, 大比數 跟現場的朋友一樣 百分之八十一都贊成 阿忠莊阿孝的身世揭穿 換言之, 剩下百分之十九是不贊成的 既然你們選了這個結局 好, 我們馬上放這個結局給你看 來吧 法庭在兩個月後就開始審這案子 這案子足足用了大半年的時間 才審完 期間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心願 放棄指證我大哥 但到最後我都沒有這麼做 我贏了這場官司 但是我失去的, 比我贏的更加要多 打完官司之後, 大哥當然搬了出去 而媽媽也生氣了我 搬到大嶼山去食場寨 做兒子的說不了半句話留著他 至於大哥, 他為了避債, 阻躲右避 連他所謂的未婚妻也不要他走 我已經很久沒有他的消息了 直至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 當你收到我寫給你這封信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很奇怪 老實說, 我自己也是 老實說, 我大早就很生氣你 我不明白你怎麼會這樣對我 但心裡有自己苦心之問 要不然這次變成這樣 我又怎會知道世間上 原來還有人會這麼疼我 老公, 怎麼樣?你最近怎麼樣?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已經回到美國陪他 以後的生活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我只想我爸爸在幼生之年 我在身邊服侍他 忠恩, 你有時候過來探望我 你在我心目中仍然是我的好弟弟 希望在你心目中, 我仍然是你的大哥 看著我手上的這封信, 我很開心 大哥終於醒覺了 明白到這個世界上 沒什麼比親情更重一點 但人世間又有多少個人 能夠真正明白這個道理? 家庭觀眾所選的結局 大家看到了 現在要公佈的 就是上星期 過到第一至三關的朋友 就是這三位朋友可以得獎 另外, 過了三關的電腦抽中 得到特別大獎的就是這位朋友 好, 恭喜 現在這個時間要選出出位嘉賓 今晚三位嘉賓都很熱烈地發言 現在需要你們現場朋友 舉手投票來選 好, 經現場的觀眾 我們舉手投票 就是選出今晚出位嘉賓 是梅小慧的 謝謝 小慧, 你可以得到 TIMAX時款手錶系列的禮券 總值一萬元 還有世界鑽石送出的 心中情系列 正白金鑽石首飾 總值是兩萬元,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而另外兩位嘉賓 你們也可以得到 由潘如香江大酒店送出的 白人超級豪華套房 連晚演及鼠標價值一萬元 而三位嘉賓還得到 家庭飲用水設備系列 價值三千三百八十元 以及時款的手錶 我也有 三位嘉賓都有 謝謝… 有出位的嘉賓 當然有出位的觀眾 今晚觀眾認真出位 相信你們選定了一位 三位來商量過 小衛, 你告訴我 小衛, 你告訴我吧 我選到第一個 白色三位, 哥哥 好 因為他很高興 恭喜你 可以得到 由香港物業婚紗送出的 攝影禮券價值五千元 以及現金獎五千元贏 親生子就是親生子 她的樣貌不像她 你不能喝奶 但幫她有親戶很重要 而各位現場觀眾一樣有獎品 首先是榮華餅家送出的彈卷禮盒 接著就是自達洋刊送出的珍藏香水 還有就是威娜寶芯洗髮水護髮素禮盒 除了有這麼多東西送給你們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送給你們 就是另外一個結局 我實在不忍心媽媽這麼大年紀 這麼傷心 終於我都取消了控訴 翌日我就訂飛機票去美國 大哥全力搞大陸地產 結果是正如我所料 錢被人騙錢說 幸好在最後關頭 有人勸服了媽媽日品去告大陸 凍結了她所有的資產 而且願意出停止證大哥的 就是Uncle Mum 當時由於我一人離開公司 在做GM一時間走不開 到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長官司已經打完了 大哥也終於輸了 同一天他也離開了家 真的好像繞了一個大圈 到頭來, 皇室的辦公室 這個位置依然在等著我坐 這間公司雖然好像一個爛攤子一樣 但我一點也不擔心 其實我最擔心的就是我大哥 Uncle Mum 整個星期就死了 一年之內死了我爸爸 我是雪黑仔 大哥, 搬不搬回來一起住? 我姓吳, 你姓王 你無須為我 大哥 大哥 不是你大哥 甚麼不是?你說過的 一生人兩兄弟 再說吧, 雖然我們是同母義父 但是還是同一個媽媽生的 媽媽等著你回去吃飯 走吧 我看著我眼前的大哥 我很慶幸他終於能夠明白 親情是比金錢更加重要 但可惜, 人往往面對金錢的時候 就會忘記了甚麼叫親情 好, 天啊 好, 天啊 好,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